今集的內容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們在健身室之前一直用器械做的訓練動作 我們現在不能做 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可以找到一些代替品 自身體重 DIY 工具 啞鈴 橡筋帶 都可以變化型的訓練動作 平時我們在健身室 就可以用器械做Lap Pull Down 去訓練我們的背闊機 但現在我們沒有了背闊下拉機器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可以用很多其他方法 例如用毛巾躺在地上做一個背肌收縮 我們又可以用橡筋帶 去找一些接觸物 去勾著橡筋帶做一個背闊下拉 因為有些人可能做不到一個正式的引體上升 去做一個Jet Life Pull Up 這個就可以用他們的支撐點 讓他們的法力更加容易 他們比較能力 就可以直接做引體上升 如果你找不到接觸物 又找不到 Pull Up 架和 Bar 你可以嘗試找家裡一個較有份量的人 以及更多的力量 讓你騙著要做一個Horby Santo Pull Up 除此之外 我們練背還會用到Sit Cable Roll 但我們現在又是沒有這個器械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又是了 有毛巾可以做Towel Seat Roll 就是用腳硬著毛巾 這樣就雙向地給予阻力 然後你有橡筋帶 又可以做橡筋帶的Sit Roll 這個就簡單一點 你硬著橡筋帶 製造好張力 就可以向後拉了 如果我們有背囊的話 我們可以自製一個重量 去讓自己做一個Backpack的Band Over Roll 做一個虎身的蛙船動作 如果我們沒有背囊 又可以用橡筋帶 做一個虎身橡筋帶的蛙船 如果你兩樣都有 而又覺得鎖力不夠的話 就可以將背囊和橡筋帶 混合在一起 去做一個虎身的蛙船 這樣就可以帶給你更高的訓練強度 一般大家都會在健身室 用推胸的器械去鍛鍊你的空肌 但現在我們沒有 我們又可以試用一些可調節式的啞鈴 或者普通啞鈴 讓自己做一個Bench Rest 如果啞鈴都沒有了 那就做掌上壓 你做掌上壓一樣可以鍛鍊你的體能 和你的Core 空的力量 如果你覺得阻力不夠 強度不夠 你可以揹上背囊 讓自己做掌上壓的時候強度高一點 如果又是 而麻煩不想用背囊 有條橡筋帶 你可以做橡筋帶的掌上壓 如果你覺得強度仍然不夠的話 你側包背囊之後 再加一條橡筋帶給自己 雙重的強度 如果你想在一個推的動作 除了拿到胸 還可以拿到三頭的話 就做一個紮手的掌上壓 你的掌上壓的力量不夠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 就是一個Incline的Push Up 打斜自己一個人上斜 做掌上壓的時候就會容易一些 掌上壓鍛鍊不到上空 還有辦法的 就是把你的腳 浪高到角度對合上空位 你就可以鍛鍊到上空 我們鍛鍊腳沒有健身室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Squad wear 家裡又放不到 所以我們做不到Burbel Back Squat 這個時候 你如果有雙雅零 你就可以做高腳杯心樽 這個最容易 又可以鍛鍊到你四頭 如果你覺得高腳杯心樽 不夠強度 在你拿雅零的時候 再加多條橡筋帶 又可以增加你的高位阻力 其實腳本身也太弱了 不需要那麼多的話 你就可以做一個Body Weight Air Squat 你自己適應一下 試做一個Jump Squat 去跳的時候 加上爆發力在裡面 這樣就可以刺激到你大腿的肌肉 Squat的時候 你兩邊腳有一點力量不平衡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分腿樽 去給自己平均的鍛鍊兩邊的腳力 如果你做分腿樽的時候 又覺得輕鬆了的話 那你就可以拿一個啞鈴 或者加上橡筋帶 去跟你一起做這個分腿樽 如果你已經Master 以上所有Squat的動作 向技術型的方向 去到進發 就是做一個Pistol Squat 單腳的深蹲給自己 又鍛鍊到平衡力 又可以把整個人的重量 投放在一隻腳上 鍛鍊肩頭在家裡就真是最麻煩 因為你在健身室的時候 你還可以做到很多推薄的Machine 尤其是像Smith那樣 夠了穩定有了軌道 但是如果你沒有了以上的器械 不要緊 我們又是拿回啞鈴 找一個坐在舒服方便的位置 然後坐直身做啞鈴推薄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做一個站立式啞鈴推薄 在這個時候 因為你需要穩定你的Core 才會令到你不要借那麼多其他力 左而右擺去推起啞鈴推薄 所以你在這個推薄的過程中 可以全新的力量都用得盡 橡筋帶的強度的阻力太高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會建議大家踩著一邊 去到向上推先推單邊手 你便會容易拿捏和控制 只是家裡只有椅子 我都建議你有方法可以做Pike Push Up 就是將個人踩高在一個位置 然後好像到處衝 推落推的動作都可以連到你的肩膀 如果你說你很厲害 這一個不夠強度玩 那就麻煩你做個Wall Hand Stand的Push Up 找牆牆 拍過去 到處衝你的人 那你就可以拿到最大強度了 我告訴你這一招 很多有操開東西操開博的都做不到 除非你的肩膀的力量很大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KOFGYM疫情期間的 一對一戶外訓練或是Online Coaching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DM我們的IG 或者上我們的官網 和WhatsApp 招呼我們 848-0150和55870-599查詢詳情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和Comment 以及Subscribe我們KOFGYM 記得我們現在是有會員制度的 要加入我們 就這樣吧 拜拜